選擇籌碼強勢股 超盤手非你莫屬 大家好 我是籌碼大師李宗欣 今天的台北股市 果然如我們預期 10日均線站上之後 出現了報復性的大反彈 當然 因為昨天美國股市大漲 尤其是費成半導體 漲幅超過3%以上 還有台積電的法作會 也超出市場的預期 今天台積電 領軍展開了報復性的大漲 其實在盤前 大家很擔心的是什麼 會不會又是垃圾盤 台積電利多一漲 其他股票都不漲 其實不是 今天的盤市 是我們最開心 最樂見的 其實這個在我昨天的 大世界化就說了 昨天是禮拜四對不對 今天是禮拜五 那在禮拜二的大世界化怎麼說 因為禮拜一禮拜二 都在洗融資 下半週若帶量長紅 下半週剛好就禮拜四禮拜五 今天出現了對不對 站上時事巨線 確認轉牆 再做更積極的動作 昨天說什麼 昨天晚上 剛來節目之前 中市的同學說 老師你這大世界化寫得太神了 昨天晚上寫機會來了對不對 多頭的公式即將展開 基本面加額 股價超跌籌碼力多的 低檔貝利的股票 會是觸底反彈的先頭部隊 這昨天說的 昨天說什麼 機會來了 為什麼 因為昨天就看得出來 昨天台子期貨夜盤 我在發大肆葉話的時候 已經漲超過200點 漲超過200點 期貨的夜盤 已經站上時事均線 而且什麼 我來看一下 時事均線扣底這裡 今天時事均線還沒翻揚 到了下禮拜一 下禮拜一 跟這裡來比 那天的收盤價是 16570 今天收多少 今天收 1675幾 今天收16752吧 16781 今天收16781 所以 到下禮拜一禮拜二 這時事均線會快速的往上揚 因為 十字均線扣底 低價位 低檔區 那就這個來看 大盤不是打完一個 小W底了嗎 對不對 那其實 在前兩天 大家很悲觀的時候 我一直說 就等這個嘛 是不是就等這個 就等時事均線嘛 今天一開盤 沒多久站上 就是一個 多頭強勁轉折的買點 所以昨天晚上 就跟各位分享 你要找機會啊 那今天 大數據 月財反彈第一天 算是攻擊發起的第一天 所以今天 還沒有看到很多的 攻擊訊號的股票 或者是 空投回補訊號的股票 今天大數據 可能覺得說 老師 去要400點 漲393點 大數據怎麼這麼鳥 對不對 多頭還少一檔 空投少三檔 所以大數據分數 今天的分數勉強占到30 今天變成30.4 但是我相信下禮拜很快就會看到50以上了 因為下禮拜一禮拜二開始 我們系統一定會出現非常非常多檔的啟動股票 或者是 空投 本來是空投的股票 出現了回補的訊號 你看喔 昨天吧 昨天我在大世界話說什麼 這個啦 這張比較有趣 哪一張 這張 因為 這是前一天跟各位分享 對不對 昨天節目裡面也有提到 融資減了 其實昨天大世界話說是寫 融資減了17.8% 融資減了17.8% 這是 10月13號的圖 那 融資大減 指數跌幅9%多 融資減了快18% 那是不是相對 安定很多 籌碼 按理說應該穩定 籌碼有利多方 可是死都不漲對不對 我昨天大世界話不是說嗎 散戶都已經絕望了 股票利多不會漲 利空拼命跌 如果多頭走勢不是 多頭走勢是 利空不跌 利多繼續漲 這叫多頭走勢 那空頭走勢 大家認為空頭走勢完蛋了 利多都不漲 利空跌得更深 那怎麼辦 完全沒指望 我昨天才說 PTT畢業文越來越多 大家已經動不掉了 航運股 鋼鐵股 面板股 維持率 真的受不了 這兩天 砍掉了非常多 最近國際股市 好像沒有太大的利多 可是昨天一個大漲 今天台北股市叫做 報復性的反彈 比如說把前幾天 那些積怨 很不爽 今天一天給它反應過來 不曉得大家 反應過來沒有 因為昨天大十一華貼了一張 非常重要的圖 這都是晚上我做的 所以剛才中士同學說 老師你晚上還認真做圖 對 你看 大盤從18034跌到昨天 其實這一段差多少點 差了超過16000點 1600點 抱歉 從這裡到昨天收盤 差了1600點 對 融資大減500多億 對不對 融券呢 融券竟然比這裡 多了快20萬張 有沒有 最高點的時候 融券是39.8萬張 到了昨天 58.7萬張 差18.9萬張 這快19萬張的融券 指數往下掉 融券拼命往上增 融券在高檔 而融資又在低檔 融資是散戶樂觀的指標 對不對 所以散戶在低檔 把股票停損了 所以融資才會在低檔 那為什麼指數一路跌 融券一路往上增 因為大家認為 後面可能有低點 所以做空的人很多 所以融資減少是賣股票 對不對 融券增加也是賣股票 對不對 沒錯吧 融資減少賣 融券增加也賣 所以散戶都在賣 為什麼 悲觀呢 我記得在上個禮拜 有跟各位提到 賣股票大家的想法 有兩種 一種是認為 漲多了所以我要賣 對不對 認為可能這地方 可能是高檔要賣 另外一種賣股票 就是恐慌 認為未來還有低點 所以我賣 對不對 即使停損還是要賣 因為後面可能還可以更低 所以趕快賣一賣 這兩種 認為漲多了賣 認為後面還有低點賣 那融資為什麼大減 融圈為什麼大增 覺得不是因為漲多 是因為認為後面還有低點 所以趕快賣 對不對 所以現在各位看到了 這散戶的宿命 其實市場上就是這樣 當融資在最低 融券在最高的時候 是不是散戶極度悲觀 下次各位看到 融資在最高 融券在最低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這裡 大盤就反轉了 有沒有 融資在最高散戶樂觀 融券在最低散戶樂觀 沒有人要空 大盤就見高點 所以有沒有看到 資在高點 券在低點 大盤回檔 資在低點 券在高點 大盤就開始漲了 老師 這太難漲了 太難做了 這就是人性 所以我不是常說嗎 當大家往這個方向去的時候 你一定要冷靜的思考 另外一種方向的可能 各位這句話你要好好記起來 對不對 所以大事業話 你怎麼可以錯過 昨天說機會來了 昨天給各位看他這個圖 是不是相當的珍貴 融資在最低 融券在最高 你還要看壞大盤嗎 這就是我講的 另外一種方向的可能是什麼 因為大家都看壞 大家都看壞 我認為另外一種可能 就是大盤什麼時候要翻多 確定站上十日均線 就翻多了 今天是很明顯 對 所以當然這些大事業話 你肯定不能錯過 我幫各位打造了一個 專業操盤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邊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邊是Light at的QR Code 趕快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剛剛各位看到的大事業話 還在洗融資 還在洗融資 昨天晚上說什麼 機會來了 今天機會來了 所以我們今天也買了股票 今天我們手上好幾檔 股票漲停板 你都不信 老師今天漲停板 股票也沒幾基了 真的 今天很開心 我們手上有 昨天跟各位說的 跌升所謂的低檔背禮股票 也有跟我們原來的邏輯一樣 創新高P炭 這裡剛剛突破的股票 所以強勢股就是我原來的觀點 沒有問題 就是超盤手的邏輯是什麼 我買全市場最強的股票 大盤現在距離高點 還超過1000點 可是有的股票已經領先創新高 或領先在最高位置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超強股 這當然是我們的首選 另外一種是什麼 另外一種是好股票 高獲利 低本益比 股價跌得超深 然後怎麼樣 指標出現低檔背禮股票 當然也是我們的首選 所以兩種股票 我們今天都有參與 當然 各位如果你想要看大事業化 來喔 加入籌碼大師的Liote 記得點擊右上角的記事本 這裡 你就可以看到 例如說 我們的籌碼表格 大事業化 還有例如說 週日週六的一分鐘小學堂 老師他這個禮拜小學堂要教什麼 賣個關子的 那你禮拜六看一看 禮拜六禮拜天 所以其實我們在禮拜六禮拜天 都教了一些各位 技術面和籌碼面的一些撇步 你在操作上 我也希望 能很快的提升各位的 不要說程度 就是提升各位的觀念 讓你在操作的時候 比較不會那麼綁手綁腳 就是該進的時候進 該出的時候出 不要猶豫不決 因為一般來講 投資本會套勞的原因是什麼 應該這麼說 看技術面的不太容易套勞 如果你徹底執行的話 看基本面的會 因為老師這公司這麼好 100塊疊到80塊 你覺得已經打八折了 買股票不是百貨公司大拍賣 100塊疊到80塊覺得便宜 那你疊到60塊打六折 對不對 當然更便宜 所以很多人買股票是 用打折的觀念去買 我們不是 我們買股票是買未來 不是100塊疊到80塊 所以可以買 也不是100塊疊到60塊 更應該買 不是 是因為未來會漲到 你買進的成本 那才是重點 舉例來說 今天的資源 這是不是屬於我們 愛的股票 這個盤者三個多月剛突破 對不對 大師決策訊號出來了 我們買哪裡 新聞也滿有趣的 今天的資源 我們其實一直在找機會 要切入資源 3035 我們哪裡進去的 在這裡 我們還在想說 大盤漲了200點的時候 大盤漲了兩三百點 資源這裡還瞬間打到盤下 我們想到底要什麼地方來切啊 我們還要想 什麼位置來切入資源 比較恰當 因為買在這裡 其實今天也套蠻慘的 對不對 那我們在這裡 談起來瞬間在這裡買的 各位看一下 哪裡買的 這裡 132塊半 這我們的抠訊 11點14分 金鑽冠軍第二通抠訊 3035資源在132塊半附近買進 資金一成 到了1點20分 資源盤中工漲停買143塊 我們今天現買現漲停 非常恭喜 又是現買現漲停 買了這裡 11點14分就這裡 11點14分 14分就這裡吧 來這邊放大一點 對不對 11點16分嘛 好來 拉全圖 就這裡附近 132.5都買得到 就在這裡 買到之後 老師尾盤不是 是你拉的 不是啊 我們這裡就買了 尾盤不是我拉的 那市場的認同 當大家發現 欸這個盤完真的 帶量炒上十字均線了 而且十字均線 下禮拜一禮拜二 會往上揚 今天還是往下 下禮拜一 只要跌不要超過250點 它十字均線就往上 這看起來沒有問題 即使拉回100點 十字均線還是往上 禮拜二再跌100點 它十字均線還是往上 所以下禮拜就找機會 如果你今天沒有切入的話 其實還有機會 還有很多股票 有機會你看 今天的資源 結果收盤變得怎麼樣 收盤變成我們的最愛 你看3035 它不漲停板嗎 我們找盤買來 平盤上一點點對不對 今天有沒有 出現是不是大師攻擊訊號 是不是紅箭頭 那紅箭頭是不是左邊沒人 各位 這不是最標準的嗎 所以買股票 來 不是從100跌到80就可以買 80跌到60再買 60跌到50繼續買 這就是一般投資朋友操作的觀念 我們不是 我們買股票是買未來 所以為什麼這個地方買 因為它會過高點 因為它會更高 所以老師這個地方還可以買 未來過高點 未來更高你就對了 對不對 那如果100塊跌到80塊 你買在80跌到70 那你對還是不對 不對 買在80漲到90你就對了 所以那個切入點和強弱 多頭和空頭的趨勢 你要分辨清楚 所以很簡單 我們邏輯沒變 今天我們還有一檔掌停板 來 還有哪一檔 這兩檔算是電子股裡面 正規均最強的 3707 有沒有 3707今天也創造收盤新高了 這檔股票 來 有沒有 3707和盤中工廠掌停板 128塊半 請續報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 目前最強的電子股 最強電子股這兩檔 多頭趨勢的 3035的4元 3707的漢磊 是極少數幾乎創下收盤新高的股票 其實我不是各個強調嗎 操作上我們是買未來 不是買過去 所以你不要說 老師過去它漲了很多 未來會漲多少你不知道 但是可能大戶知道 可能法人知道 如果你有仔細看籌碼的話 這兩檔股票的法人庫存 法人籌碼真的都很棒 今天我們除了 例如說我們把上尾投控 因為禮拜五不是要換股嗎 金鑽會 我們把上尾投控賣了 因為上尾投控底部爆大量 我們認為 它大概漲幅 短線上漲幅也不錯了 這兩天震盪比較沒那麼強 對不對 我們從底部買的 是不是 沒有那麼強 那所以咧 所以我們今天做了什麼動作 我們今天做了獲利調節的動作 然後把資金放到哪裡 把今天資金放到3035的資源 這就是我們操作 我們上午是買這裡的 對不對 101.5嘛 隔天就100億吧 對不對 沒錯109 隔天就109漲停板 好 這個是我們的操作 那老師 那跌生股票有沒有機會 因為 很多人對跌生股還滿有興趣的 可能會覺得 老師你買那個資源 都是創新高 你買了3707漢的都在創新高 老師那個股票我不敢買 絕大部分人都是這樣子 創新高的強的股票不敢買 那要買跌生當然也可以 但跌生的必須要有條件 就像上尾投控要底部爆天亮 對不對 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我昨天跟各位講 我昨天不才跟各位說嗎 你可能不相信今天會大漲對不對 我昨天不才跟各位說 大盤各位還記得5月份嗎 我認為跟這裡很像 你也看不出來 5月份好多股票跌爆了 這裡跌2000多點對不對 那時候5月份 那時候我在經濟日報參賽 那時候我們也買了非常多 低檔的股票 那低檔股票怎麼樣買呢 低檔背離啊 對不對 4000KY就這裡啊 低檔背離啊 是不是 哪裡就這裡 這裡 他從1000塊跌到300多塊 跌了60幾% 是不是低檔背離 是不是最低 這裡有沒有更低 沒有啊 買來這裡 這檔股票我們參賽 連續三個禮拜比賽 金利科也是 是不是低檔背離 是不是 幾乎最低點 有沒有 其實這種股票很多 先進光也是啊 這當然是我們的代表座 對不對 這都是5月份啊 都是5月份啊 藥燈也是 藥燈更猛 有沒有 從500多點到100多 是不是 也上來 還有亞信 亞信從200跌到 跌破100 從220跌破100 跌得慘不慘啊 三大反而庫存還在高檔 所以當時的亞信 也上來了 那昨天跟各位分享了一些股票 跌身股 其實我們也鎖定了一些標的 你看 這兩檔你要跟上 有沒有 股價創新低 KD指標沒有創新低 這些股票都腰斬了 都跌很慘 都腰斬 都腰斬 所以這兩檔股票 還有 昨天跟各位分享的一些股票 那些跌身股要跟上 所以超出兩種 現在 這個盤子我覺得很棒 最強的股票 創新高 創新高 智原創新高 3707的漢磊漲停板 幾乎創下收盤新高了 所以強的股票有 繼續表現 而不是只有弱的股票轉強 強的股票要續強 這個盤才會正常 而不是漲個跌身盤這樣不行 創新高的最強的股票繼續漲 跌身的股票 跌得真的是灰頭土臉 而且股價跌得真的超不合理的股票 也在漲 這個盤就對了 所以這個盤 今天才是剛剛開始的攻擊發起 一定要把握機會 各位 如果你沒辦法準時 2點收看節目的話 當然 你一定要訂閱 籌碼大師YouTube官方頻道 最新的市場資訊 讓各位戰無不勝 記得 按讚 訂閱 點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先進廣告 下見段回來 我們先進廣告 我們找時間就去公分 我們不再喜歡 不再傷心 不再貪圖太少 宇宙生意維他命EC口含定 必勝大丈夫 你知道麥當勞的雞肉 為什麼好吃 因為我們選用健康極支 做成麥脆雞後 冷戀運送到店 嚴格把關溫度 才能做出多汁酥脆的麥脆雞 讓你每一口吃得安心美味 我用心 你安心 你不投資 準確性及時尚性 用心對待每一位會員 我用敬意 獨到的投資建議 我們是你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你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你永遠的不二選擇 永成國際投顧 用誠信 專業 創造績效 一通電話 才不翻倍 一通電話 希望無限 永成國際投顧 入會專線 02-2563-9777 02-2563-9777 包大人 心綿柔透氣 窗型透氣薄膜 快速散出水氣 皮膚乾爽透氣 照護才能 鬆口氣 防漏安心復健庫 新上市 兩種選擇 滿足不同需求 可能有一天 你才偶然注意到他們 在台灣 平均每20人 就有一位身心障礙者 你的同理與尊重 都能給他們走出家門 走進社區的勇氣 請支持伊甸基金會 身心障礙者服務計畫 一起打造友善無愛的環境 艾美諾美白色護霜 綜藝玩很大 歡迎回到陳馬大師 上個階段跟各位分享 大盤其實在昨天晚上的 大師的話就跟各位說了 機會來了 大盤十字軍線站上之後 就是一個攻擊發起的訊號 今天也真的攻擊發起了 而且也沒有出現 大家擔心的垃圾盤 只漲台積電 其他都不漲 不是 今天幾乎是雨露均沾 幾乎是全面大漲 對這個盤勢來說 剛才各位不是看到了嗎 融資在最低 融券在最高 表示全市場一路的悲觀 態度真的是幾乎悲觀到極致的 融資在最低 大家都賣了 融券在最高 大家都空了 表示未來還會跌 結果今天大漲快400點 這些融資賣掉的 融券放空了怎麼辦 未來不但可能追不回來 可能融券會繼續的往上空 今天融券應該不是減少 今天融券肯定又繼續增加 如果大盤距離高點1000多點 融券才是歷史高點的話 你認為這個盤是不是要漲還要跌 融券它會是未來的買盤 最近當然我們的會員 蠻好玩的 因為上個禮拜 我們不是在說明會嗎 很多新的會員加入 這些新會員我都跟會員說 我們扣的股票 拜託你每一檔都要買 買平均 不要這檔沒聽過 這檔機息太高或怎麼樣 你就不買 請拜託你每一檔都買 因為我們做的是一個投資組合 所以今天各位看到了智原 因為一些新會員說 老師你買了這個股票 今天智原不是現買現漲停嗎 我們的股票真的有時候震盪 如果你以前比較喜歡買的是 你看智原不是買在這裡漲停嗎 對不對 因為我們手上的一些股票 為什麼我們會比較活潑 我們的股票 因為量價籌碼的機會 這檔股票出量之後 有大戶在裡面之後 它震盪就會比較厲害 因為有人在裡面 大戶為什麼震盪那麼厲害 要把你害怕的人洗掉 所以一些新會員 你可能不太適應 你買的股票可能一個月高低點 大概差不多5% 我們買的股票一天就差10% 你可能心臟 可能要訓練得強一點 例如說這檔吧 我們講這檔股票 你不報天量嗎 它有事沒事就大漲或大跌 老師這檔昨天又大跌 你還記得嗎 也不想蓋了 來 昨天就浪返了 昨天跌8% 有沒有看到 老師這檔股票心臟的沒落 我硬土的時候還沒漲多少 縮盤又大漲 老師 浪返了 這底部爆天量的股票 你看 6165 昨天跌8% 今天拉快漲停 所以當然 一些可能沒有操作過 強勢股的會員朋友們 馬拉諾股票會緊張 可是跟著我們做 因為我都幫各位挑好了 所以 今天說這兩檔 低檔有沒有 這兩檔低檔倍率的股票 你一定要帶回去 下個禮拜跟著我們同步進場 好朋友 拿起電話立即撥打支付專線 成為致富贏家 我們明天見 這兩檔 安排 有 一檔 嗎 憑 有 電話 卡 電話